哈囉,歡迎收看光明丁 今天我們來聊聊社會變遷的影響 只要談到影響,大家一定要先想到 有好有壞 幾乎不可能有一件事情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或只有缺點沒有優點的 我們先從好處來看看 說到社會變遷的好處,你一定非常感同身受 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我們現在已經很難想像 在一般道路、高速公路、火車、高鐵都還沒出現之前 從高雄到台北到底要走多久 而在交通工具上面的改革,也就是器物的變遷上面 幫助我們節省了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或者是在網路跟電腦發明之前 是不能看光明丁的耶 哇,超嚴重,人生都要崩潰了吧 或者是在以前的社會還會有童養息或奴隸的時候 當生出來的身份是一個奴隸 就幾乎一輩子不可能退這個身份了 也就是說,社會變遷其實很大的程度促進了社會流動 我們先把話題岔開來一下 理解一下什麼是社會流動 在我們的社會上,每一個人的社會地位都不同 有的人比較有錢,有的人說話比較有分量 有的人比較有權利 這個就是社會地位的意思 而這個社會地位,通常是職業決定的 比如說,大公司的老闆就會被我們認為有比較高的社會地位 不過職業只是其中一個判斷標準而已 你也有可能是因為你爸媽很有社會地位 你就也很有社會地位,也是有可能的 那我們這裡的社會流動就是指,社會地位發生改變的現象 就是社會流動 促進社會流動的發生一樣有很多可能 重樂透就是一種 哎呀,但這畢竟算是賭博嘛 最常見也最主要促進社會流動的方式是教育 因為教育可以幫助我們有更多的知識或技能 在未來就業時也比較有機會從事薪資較高或聲望較高的職業 也因此,教育通常會由國家來提供 因為它可以讓整體社會更為公平 讓每個人都受到便宜又優質的教育 但是我們回來看一下 雖然我們說社會變遷的其中一個好處是促進了社會流動 但是,社會真的流動嗎? 以我們剛剛教育的例子來說好了 雖然政府提供了12年國教 但是這個看似提供每個人相同機會的教育 真的有讓社會流動嗎?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台大經濟系教授洛明慶做的研究 這個表是台灣各個縣市的學生成為台大學生的機率 也就是說上面的數字意思是 每100個學生裡面會有幾個學生上台大 最高的是台北市,機率是3.39% 最低的則是澎湖縣,0.15% 大家看到百分比可能沒什麼感覺 但是換句話說 台北市的學生考上台大的機率是澎湖縣的學生的22.6倍 如果我們把台北市裡面各區分開來看的話 大安區的學生成為台大學生的機率是5.9% 是澎湖縣的39.3倍 我們再問一次 社會真的流動嗎? 給大家看這個數據的意義並不是要跟你說 喔,你帶大安區,你好幸運,有好多的機會上台大 喔,你是澎湖人,你是台東人,考不上台大好可憐喔 我的意思也不是考上台大就等於一輩子過很好 就代表成功,完全不是 只是要跟大家說 我們的教育,大家考的國中教育會考 看起來很公平,放在同一個標準下來比較 但是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公平的競爭 而我們只舉了縣市跟區域這個例子給大家看 就發現,雖然每個人都有機會上台大 得到更好的教育,更有可能得到好工作 促進社會的流動 但這個機會本身就是不平均的 因此,社會變遷有可能會帶來貧富差距的加大 或者是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忽視了弱勢的權益 再加上弱勢要發生本來就比較困難,會繼續產生惡性循環 另外,社會變遷也可能產生新的犯罪 例如現在就有很多網路詐騙 要你幫忙收簡訊認真碼,幫忙買點數卡等等 另外,環境也在社會變遷的過程當中被犧牲了 我們要蓋更多的房子,要有更精緻的消費 代價就是趕更多的樹 把山刮掉來生產更多的水泥,排放更多二氧化碳 也有可能是發生價值觀比起衝突的現象 可能有的人的觀念跑不掉前面 或者還不能接受現在大家新的想法 這會發生價值觀念的衝突 而這種衝突常會是十分劇烈的 最後我們之前介紹過的家庭 也面臨到了社會變遷的影響 例如少子化或者是家庭功能的轉變產生的負面影響 也可以視為是社會變遷的缺點 以上就是社會變遷的影響 我是不知道你現在心情怎麼樣啦 但我現在心情真的滿沉重的 或者有一點覺得無力 下一支影片我們來接著看 如果這些社會變遷可能帶來這麼多負面的影響 但是我們又無法回到社會不變遷不流動的時代 那麼我們應該要怎麼因應呢 大家要繼續收看喔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別忘了訂閱接收第一手訊息 還有記得到粉專按讚 在影片下方更多資訊裡面找得到喔 我們明天我們見 掰掰